地藏菩萨本宴经 我们再念一段经文 互斥普广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能对菩萨向前做诸祭业 即歌勇赞叹 香花供养 乃至歉意一人多人 如是等辈 现在世中即未来世 藏得百千鬼神日月未复 不令二世 这闻其耳 何况清受诸恒 我们经文念到这里 这一段的意思是 释迦牟尼佛 对普广菩萨讲 如果有男子拟人 在菩萨像面前做供养 这个祭业也是一种供养 歌勇也是一种供养 赞叹也是供养 香花也是供养 他不但是自己这样子做 同时他还欠很多人 一个人或者很多人做 像这个 世尊现在 跟大家讲 要供养地藏菩萨 要占理 要顶礼 要意念 这个就是欠大家做 你欠一个人或者很多的人 做 那么这样子的人呢 在现在世中 在目前的沙婆世界 即未来世 即以后你转世到哪里去 藏得百千鬼神日夜未复 你都有这个百千鬼神守护 不令二世 遮闻其耳 不好的事情啊 你不会听到 不只是这样子 那个所有的恒惑 都不会在你身上发生 恒惑啊 就是意外啦 很多意外啊 都不会在你身上发生 好像别人很容易发生意外啦 坐飞机啦 坐轮船啦 开车啦 走路啦 甚至走路都有意外的 以前我们小时候经常 看到的这个电线港上天 马路如浮口 你一不小心被车子创 我们开车的人要记得 只要看到有一个球啊 蓝球啊 或者皮球啊 什么球啊 这个棒球啊 从那房子里面 蹦蹦蹦蹦蹦跳出来了 你车子要赶快刹车 因为球的后面 跟着就是小孩子跑出来 他要追着球的 所以有时候有人跟我讲 他说你注意啊 有球滚出来啊 你就是要赶快刹车 因为球的后面 已经跟着小孩子的 他在玩球嘛 球跑到马路中心来 所以一定我们开车的啊 无论如何要注意这个 紧急应变 那么诸恒呢 也就是种种的意外 种种的这个恒惑 都不会在你身上 发生好像 我记得在香港 他们讲说以前的香港 不是现在的香港 现在香港比较规矩一点 以前的香港听说那个 因为高楼大厦嘛 住在最上层的 他这个有的地方不方便嘛 他晚上的时候 窗子一打开就小便了 这个横货啊 横货啊 这个水 哇 甘露水下来啊 他们几个香港的都在笑 听还有连翰上司跟我讲 小便不算什么啊 冰箱啊 冰箱都给你丢下来啊 那个不用的东西啊 电不用的 坏的 爆灰的 这个电视机啊 他不管了 他从空中就给你扔下来啊 这个真的是横货 你刚好在底下走 你就惨了 所以人应该要有功德心啊 我们拜佛的人啊 信佛 学佛的人啊 要有这个功德心 已经啊 在 布施 在慈悲众生 你还做这种缺德的事情 所以不可以有 这里面啊 重点在这个 这个 忌业 什么是忌呢 就是表演 就是表演的人 就叫做忌 业 就是 产生的一种 翻识 哪这种东西去供养活不上 你有什么本领 你就用你的本领去供养活不上 所以我认为啊 像师尊啊 在这个 法会的时候啊 跳这个草琴舞 我不认为什么 我认为这是供养 这个就是 忌业 你表演出一种翻识 作为供养活不上 你说诶 堂堂 这个真佛中的这个创办人 怎么可以跳草琴舞呢 那草琴舞这样子摇摇摇摇 好像啊 这个形象啊 有失庄严 破坏形象 但是不要紧 师尊告诉大家 以前我小学老师跟我讲 你在这个 跳药快乐的时候啊 你尽量去跳药快乐 你应该啊 这个 专一读书的时候啊 你就要认真读书 意思是说啊 你在欢喜的场合 你就跟着大家欢喜 你在安静的场合 你就要庄严 所以我 觉得啊 师尊跳药琴舞 没什么 因为大家一起欢喜的时候 你就令所有的佛菩萨众生通通欢喜 应该庄严的场合 你就要庄严 这个是很多大和尚打师他们办不到的 你叫他跳药琴舞打死他也不肯 叫他跳药琴舞有可能吗 不可能啊 下次我跳药琴舞记得 我一定要脱光的 不是穿衣服的 我一定脱光 那有什么关系 皮肉嘛 几根骨头 人啊 本身就是要这样子 开放的 要开放的 这个是给佛菩萨欢喜 你知道大日如来旁边的密教 大日如来旁边的四个大菩萨吗 他是金刚歌 金刚舞 金刚兮兮 金刚滑满 金刚歌啊 是供养 唱歌来供养 金刚舞啊 是跳舞来供养 金刚滑满 是装扮得很美来供养 金刚兮兮 是表演歌仔兮 给大日如来看 所谓兮兮 就是表演 动作 给大日如来看 这没什么嘛 对不对 四大菩萨都这样子 大日如来旁边的四大菩萨 四大供养菩萨 所以你今天供养地藏菩萨 像这个连万法师 心美法师 他们已经尽了 他们的能力唱歌了 虽然他们唱的歌 是五音不前 而且还是变调走调 但是他们都尽了力了 在地藏菩萨的眼中 真的是歌王跟歌后 真的是歌王歌后 别人唱的地藏菩萨 不翻新 就是连万法师跟心美法师 唱的地藏菩萨 他都会站起来跳舞 他一定是热的钥匙 他地藏菩萨最喜欢 大概我想 四次我想 他一定最喜欢这个连万法师 跟心美法师 最喜欢 因为他们这个歌好 你知道啊 这个泰国那个四面神 就是大方天王 一般人称为四面佛 大方天 每一个喜宴的 都要在他面前跳舞的 跳舞 喜宴跳舞 流传下来 就是说在这个大方天王面前 跳舞 给大方天王看 这个就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祭业 我以前好像讲过一个故事 很多人去供养 这个圣母玛利亚 天主教徒供养 有一个人 他什么都不会 他就是会玩一个球 他就在圣母玛利亚面前 说我什么都没有办法供养你 那么我就会丢这个球 丢过来丢过去啊 从这边转过来转过去 然后他倒立 用两只脚 弹那个球 咚咚咚咚咚 在圣母玛利亚面前 跳给他看 这玩球给圣母玛利亚看 圣母玛利亚看啊 都很感动的 他就马上从这个 他供他的这个台上 这个走下来 去摸这个弟子的头 他说你的供养最好 所以你有什么样子的表演 你拿出来供养给佛菩萨 佛菩萨都会心生欢喜 因为这个是你本身的能力所供养的 所以供养佛菩萨便不是什么样 把你自己的能力供养给佛菩萨 就对了 不要勉强 所以我以前也是 在英文课本里面 读到一小子的故事 也是这个样子 有一只鱼啊 有一只鱼是在水里面游的 当然是在水里面游的 简直是会话 那么这个沙滩上啊 有人在烤火 在烤火 那天很冷 那个鱼啊 也觉得这个水里面很冷 很冰很冷 那么英文的小故事是描写 这只鱼啊 它露出水面 然后跳上沙滩 它觉得那里比较温暖 烤火 烤火比较温暖 鱼啊 它也想烤火 烤一烤这样 比较温暖 我觉得鱼能够跳上沙滩的 有一种鱼 叫做高鱼嘛 我们在以前高雄西子湾的时候 黄波堤 有一种鱼啊 它从水里面 蹦 跳起来 小小的 好像火流 又像火流那一种 那跳起来 它在岩石上 它能够在那里 不用在水里面 那么一段时间以后 蹦 它又跳到水里 有这样子的鱼 那么这种鱼呢 它就是在那个沙滩旁边呢 它在那边烤火 手伸出来 好温暖 不是不是不是 那个滑水 滑水 伸出来烤火 在那边烤 很温暖 它就习惯了 习惯烤火 听说这一只鱼啊 因为对烤火很有乐趣 所以经常跳出来 它忘掉自己的呼吸 就在那边烤火 经过很长的时间呢 有一天呢 蹦 它跳到水里面呢 既然被水淹死 这个意思就是 我讲这个英语的这个小故事 是这个意思的 是说你有什么本领 你就表演什么 你不要勉强 我的意思就是讲 你真的你懂得什么 你就表演什么 这是最好 最善跟最美 你不能在大气之中 呼吸 你就表演游泳 你能够在空中飞翔 你就表演飞翔 你能够歌 你就表演歌 你能够舞 就表演舞 你只要尽了力啊 都是美的 都是最好的供应 所以今天很多人 问师尊说 你供养活不上 要供养什么 我说你只要尽了力的 你的才能拿出来供养 就是最好的供养 那我跟大家讲 解释就是 不一定要供养香花灯茶果 不一定要花很多的钱 去买供品 你能够唱歌呢 这个就是歌咏 佛陀讲歌咏 你能够作诗 去赞扬地藏菩萨 填词 去赞扬地藏菩萨 你能够作曲 去赞扬地藏菩萨 就是歌咏 赞叹 填词 写诗 做起 都是一种赞叹 赞叹地藏菩萨 香花 就是香跟花去供养 我是经常欠这个 欠人呢 要归佛归法归身 那么劝大家呢 要供养地藏菩萨 因为地藏 供养地藏菩萨 佛陀讲 那这个好处很多的 在现在是 未来是 多能够得到百千鬼神 日夜未复的 这个就是首富灵 就是父法神 出生就有的 首富灵 你一出生啊 因为你前世 有根基 你供养地藏菩萨 一出生 在你的床的周围啊 就很多的首富灵 首富灵 以前啊 这个放光照片啊 师真的放光照片里面啊 拍那个小孩子 有很多人去拍小孩子 拍到 有光是什么光啊 结果师尊一看啊 是首富灵光 就是你本身有功德 诸天给你未复 给你首富 像佛陀出生的时候啊 九龙吐水木义 就是龙天赋法来首富的 还有诸天来赞叹 整个天都满满的 三十三天 二十八天 诸天众 都在西空之中 首富 释迦摩尼佛 他一出生 就是这样子 九龙吐水 来木义 这个就是首富啊 就是首富神 在西空中 首富 百千鬼神 日夜未复 你假如这个供养 这个地藏菩萨 欠多人也一样要供养地藏菩萨 一样是这样子的 一样是这样子的 很多首富 那我们平时啊 在做供养 照样有 照样首富 每一个人啊 我们每一个人啊 都有首富神 都有父法 都有空行母 空行永父 空行永母 首富的 在密教啊 你皈依的时候啊 你受灌顶 当这个水啊 给你木义啊 给你洒水 做清净的时候 给你做灌顶的时候 表示洗掉你身体的业障 那你又归佛 归法 归身 又归金刚上司 这个时候啊 诸天都知道的 马上就有善神来守护你 有善神来守护你 这个日夜啊 都有善神来守护你 所谓守护啊 在密教里面 是很多的 好 我们修这个守护 修复伦 就是在供养 所有的这个守护神 守护神 因为守护神啊 他守护一个修行人 好好这个 很安稳的走修行的路子 不要被这个邪魔所侵 所害 所以必须要有守护的 密教里面最多的 那你假如是在密教里面 归一啊 马上就有很多的善神 来守护你 另外我常常跟大家讲 这个感应啊 有区别 平时啊 平时啊 我做供养 我是有感应的 啊 这个时候 这个守护灵 差不多有100个 只要举一个例子来讲 有100个 好 我做一堂法 做一堂护魔 护魔 做一堂护魔 做完护魔呢 完了 那中午那一餐呢 我齐请供养 也就是 请这个护法 供养护法 我的感应呢 马上变成500个 马上变成500个 平时啊 100个 你做完一堂护魔 你再做供养 就变成500个 所以这个 我们每一次修行啊 你只要很 耐心的 啊 做一堂法 你的这个守护的 这个守护灵 百千鬼神 就来给你守护 所以这个 你假如是说 像我们来讲起来 你心里面 假如放逸的话 这个守护灵 也会离开 他有时候会来 有时候会离开 也有 啊 职日 职业 职心 啊 这个 职业 职年的 守护神 还有 各地方啊 东南西北中央 上方下方的 守护神 通通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知道啊 这个守护神很重要 这个将来呢 啊 我们讲 恭敬地藏菩萨 欠人恭敬地藏菩萨 做种种的供养 你以后呢 每一世当中都有百千鬼神 日夜未复 日夜未复 这个不令二世啊 遮闻其耳 不好的事情 不会发生 这个听到的意思 就是讲不会发生了 啊 你看不到不好的事 也听不到不好的事 是这样子的 何况清受诸恒 刚才已经讲了 不会有什么恒后 不会有什么恒后 啊 像 刚才讲的这个供养 这个忌业 我记得 啊 我们去那个 Block Island 在黑岛的当中 在船上 这个师尊一 也这个 也癫痫 啊 就是跳这个 印第安 我在那个Block Island 所看的印第安人 他们跳的舞 都是单一的动作 单一就是 左右左右左右 这种单一的舞 那么在这个 Vankerva Vankerva BC 所看到的这个 印第安的这个舞 是 左 两下 右两下 左 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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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左两下 右两下 不同 啊 不一样 这个印第安 也很多组 据说有山上的 山上的印第安人 也有海边的印第安人 他们种族也分出啊 分很多种族 他们舞蹈也通通不一样的 那么我发觉呢 我只要自己心存一念 心存一念 我将自己的舞蹈供养佛菩萨 那么我就可以跳 他记得在那个Bot上面的时候啊 师尊也跳这个印第安舞 但是我心存观想 这个舞啊 是要供养给佛菩萨的 那个时候师尊就啊 跳 你们看师尊平时啊 戴官 穿法衣 很庄严 真正跳起舞来 也是很轰狂 跳起舞来 轰狂 但是不要以为师尊这样子跳舞的话 就是啊 就是跟世俗人一样 不要这样子以为 因为任何一种舞 都是一种供养 在佛经里面 比比皆是 所以我不认为 啊 法师就不可以跳 但是我跟你 跟你讲啊 你是供养佛菩萨跳舞 你是让大家翻喜跳舞 而不是你做色情的那种黑灯舞 不要搞错了 你到舞厅去啊 这个道舞厅去 为了享乐而跳舞 或者是你是心理上有一种意乐 你自己本身的意乐 那一种舞 那是不对的 所以你供养的舞是可以的 你自己享乐 去意乐 去做不正当的快乐 那一种舞是不可以的 这一点大家只要有分别 你就知道什么舞可以 什么舞不可以 好 今天谈到这里 オンマネンペーミヒョム 好